好,我們現在來講的是凍結畫格 什麼叫凍結畫格呢? 凍結畫格就是說,假設你今天有一段影片 譬如說 譬如說這段影片,那我希望它可以 等一下,我先把這個關掉 每次都忘記關 OK好 凍結畫格就是說,我希望它這段影片裡面 我要把某一個畫面擷取下來 所以我們叫做凍結畫格 就是譬如說 一般影片都是有30個Frame 就是一秒鐘有30張照片去疊合 利用視覺戰流的關係形成一段動畫影片 那事實上呢,等於說一秒鐘裡面有30張圖片的意思 那我們要截取一張出來,把它拍成一張照片 這個就是我們稱為凍結畫格 把影片凍結起來 那譬如說我現在影片在跑嘛 那我要凍結某一張畫格的時候 我讓它跑一下 譬如說跑到這一張,好,我就點一下我的影片 然後按右鍵 這邊有一個Extend Frame 點一下 好,就是這樣它就跑出來了 這一張畫面呢,它就是插在 它這張圖就插在 對,你剛剛這個點分割的地方 它就插在這一邊 然後它把影片切割成兩段 它這邊就凍結了一張畫面 那它預設呢,這個Duration就是 這個期間有Seconds幾秒 一秒,預設是一秒 你可以把它拉長兩秒三秒,自己去拉長 那假設說好,我用一秒 一秒就好了 先用一秒就好了 自己輸入 OK 好,這樣是一秒鐘 然後我們從這邊來看一下 它等一下就會停一秒鐘 停在剛剛你切斷的那個畫面 就這邊 一秒鐘 好,那我可不可以把這個時間拉長呢 可以 我們把它直接拉長 然後再看一下這個畫面 有沒有 有沒有,我們就可以把這個畫面 因為它已經變成一張圖片了 既然是圖片的話 你就可以去左右拉 把它拉長或縮短 這就是你自己來控制的 那假設說 我不希望切中間這個畫面呢 我想要切最前面這個畫面 OK哦 我把最前面這個影片點兩下 我們只要在素材上面點兩下 那這個時間軸就會跑到這個素材最前端 好,然後已經跑到這個素材最前端之後 我按右鍵 一樣這個Extend Frame 好,你看它跑到最前面了 一樣 我把它弄3秒好了,這樣比較看得出來 OK好,3秒鐘 然後我們從一剛開始的地方播放 你會看到這張畫面會停3秒鐘 0,1,2,3 好 那假設說我希望我這個凍結畫格是在最後一張呢 OK啊,因為做影片有很多狀況嘛 你有可能要凍結中間的畫格 有可能要凍結最前面或者是最後面 都有可能 那我們移到最後面來看一下 移到最後面來 它就會自動吸附 好,吸到這邊之後你按這個影片 最後一段影片,然後按右鍵 一樣 Extend Frame 就是延伸這個畫格 你看,它就跑到最右邊了 最後面了有沒有 那一樣顯示1秒鐘 那你也可以自己再增加 比如說那3秒好了,OK 好,我們從這邊開始播放 你會看一下 從這邊開始跑 它停了這個畫格,停3秒鐘有沒有 這個就是凍結畫格的使用方法 那這個凍結畫格呢 依我觀察,幾乎在所有的影片編輯軟體裡面 都會有這個功能 都會有這個功能 那怎麼樣去善用這個功能呢 以後我們有例子講到的時候 我們再用案例來說明 在某些特效裡面 用這個凍結畫格是非常好用的